他被骂了整整20年 太重、太贵、太复杂 在越南,他的坠机率高得惊人 在报纸上,他被称作会飞的灾难 可30年后,人们才发现 他的设计理念居然成了现代多用途战机的模板 大家好,我是Jason 这里是High Weapon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架飞机 是冷战天空里最具争议 也是最超前的产物之一 它的名字叫做F111 Advac 土豚 一架从政治妥协中诞生 却凭借技术创新留下名字的怪兽 一场本该失败的试验 却在几十年后成为多用途战机的开端 这不是一段单纯的飞行史 而是一次关于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所以,就让我们从头看清 这家被误解的传奇 是如何从政治玩具变成了冷战史上 最勇敢的技术先驱 故事要从1960年代初说起 那是肯尼迪上台的年代 美国正陷入军种竞争的漩涡 空军、海军、陆战队 各有各的飞机预算和骄傲 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迈克纳马拉 来自福特汽车公司 他不相信专业主义 只相信标准化管理 在他眼里 造飞机和造汽车没有什么区别 能共用零件统一设计就能省钱 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诞生了 战术战斗机试验计划TF-X 目标只有一个 一架飞机能同时满足空军和海军的全部需求 听起来很美 但问题也在这里 空军想要能低空高速突防 投核弹的战术轰炸机 海军要的是舰载 远程轻量的空优战斗机 两者的需求几乎完全对立 一边追求重量与燃油 一边限入尺寸与起降角度 但麦克拉马拉拍板决定 不管你们想要什么 这一架飞机两个军种都在用 就这样政治压过了工程 理念压过了物理 这架飞机从还没设计时起 就背负了一个注定的矛盾 它既能要上航母 又能要飞进敌国腹地 既要轻盈灵活 又要携带重型炸弹 最终通用动力赢得竞标 开始打造这架 后来被称为F111的跨界怪物 而这种不可能的折衷 让飞机变得又长又重又昂贵 海军版本F11B 最终根本无法上舰 起飞太吃力 降落太危险 但空军版本F111A 却勉强被留下 成了历史上第一架 真正意义上的双用途战机 只是 这个统一梦的代价 还要几十年后 才能被人看清 如果说TFX是政治的产物 那F111的机翼 就是技术的豪赌 那是一个还没有超级电脑的年代 工程师们拿着计算尺 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 让飞机的机翼在空中变形 F111成为世界上第一架量产的 可变后略驿站机 它能像鸟一样 根据速度和任务 改变自己的驿站角度 当它需要起飞时 机翼展开到最宽的16度 提供足够的生力 就像一只展开翅膀的巨鸟 而当它要突破阴障时 机翼会收容到72度 让整个机身变成一根修长的箭头 以两倍因素跨跑天空 对于那个年代的工程师来说 这种设计几乎是魔法 它让一架飞机同时具备 低速稳定与高速突防的能力 成为既能低飞 又能快跑的终极方案 但魔法总要付出代价 可变异系统由液压机构驱动 重达一吨 需要极高的同步精度 一旦失衡 就会导致整架飞机结构失效 在第七年里 F-111是噩梦 插一块面板要四个小时 更换液压油要半天 在飞行员眼里 它也是脾气古怪的野兽 高速时机翼稳定如见 低速时却可能突然抬头 摇摆 可即便如此 这一套设计仍被后来者继承 F-14熊猫 B1枪骑兵 甚至苏联的苏R4 基建者 都在可变异技术上 延续了F-111的思路 它是种超前到不合时宜的技术 在那个电子控制还不成熟的年代 F-111靠机械与液压 去实现未来 才该出现的空气动力学控制 所以它既是冷战工程师的骄傲 也是他们共同的噩梦 因为这架飞机 用自己的机翼展示了什么叫做 用未来的方法解决当下的问题 在冷战的天空上 雷达主宰一切 谁先被看见 谁就先被击落 而F-111的任务 就是让自己不被任何人看见 它是世界上第一架 配备自动地形跟随雷达的作战飞机 飞行员只要设定飞行高度 比如贴地飞行200英尺 系统就会自动扫描前方地形 计算坡度 海拔与速度 然后让飞机自己在山谷中穿行 没错 自己飞 在1960年代 这几乎是科幻小说 你要知道 那时的计算机还占据整间房间 而F-111的机头 却藏着能让它夜间自动飞行的大脑 飞行员形容 那感觉像飞行在地狱里 因为当你低空飞行时 窗外是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 只有仪表在跳动 雷达在尖叫 仪表盘上闪烁黄绿交替的光 飞机向沿着一条无形的波浪前进 每一次起伏都贴着地形边缘掠过 雷达波在山体之间反射 计算机每秒修正几百次高度 一次失误就是击毁人亡 可也正是这种贴地突防的能力 让F-111成为冷战时期最危险 也是最神秘的突防工具 它能在夜色与地形的双重掩护下 穿过苏联的防空网络 直接飞到目标上空 没有导航卫星 没有GPS 只有一套咆哮着工作的模拟计算机 这项技术的存在 让敌方雷达几乎无从发现 它飞得太低 雷达数根本追踪不到 从地面看上去 只能听到一阵轰鸣化过 而它早已消失在黑暗的山谷里 后来很多飞行员说 驾驶F-111就像骑在雷达阴影的边缘 一旦偏离半秒就是死亡 这种危险的飞行方式 也成为冷战时期一种新的作战哲学 速度不再是生存的关键 隐匿才是 而这套地形跟随系统 也成为后来所有战术轰炸机的必备标准 从B1B F-15E到欧洲的Tonado 全都沿袭了它的逻辑 F-111用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 把低空作战从战术变成了一种艺术 每一场技术革命都要在战场上接受考验 对F-111来说 那场考验就是越战 1968年3月 美国空军启动代号战斗枪骑兵行动 6架F-111A被秘密部署到泰国 目标是北越的战略设施 当时五角大楼心心满满 这架飞机能在任何天气任何时间突防 它能改变战争 可第一架出击就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又一架坠毁 第三天第三架消失在雷达上 6架飞机连续三次损失三架 没有敌方导弹 没有战术拦截 全是机械故障 有的是液压系统失灵 有的是地形雷达自杀式操作 还有一架在夜间突防时突然坠入山谷 报纸上出现了讽刺标题 飞行棺材 参议员质疑麦克纳玛拉的统一战斗机计划 工程师们被迫重审整个系统 F-111的命运看似就此终结 但故事仍在继续 四年后也就是1972年 改进后的F-111F再次回到越南战场 它拥有更强的电子控制系统 更可靠的烟压回路 还加装了先进的激光制导炸弹 这一次它没有再坠毁 在后卫行动中 F-111成为夜间突防的中间力量 它能从200英尺的高度钻进敌防空网 几乎零伤亡地完成上百次出击 飞行员们开始信任它 在夜空中 他们称自己为Nighthawks夜鹰 一位退役飞行员后来回忆 当你坐进F-111的座舱 你知道它会让你害怕 但你也知道它会带你回家 战场上的表现让所有吵架沉默 从飞行棺材到夜鹰突防 F-111在越南完成了它的重生 它的失败不是终点 而是一次必要的试炼 因为只有在坠毁之后 才能真正学会飞行 1968年 冷战的暗流已经逼近费点 美国总统里根下令 对利比亚发动一场跨州惩罚性空袭 原因是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 被指向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这次行动代号黄金峡谷行动 执行任务的主角不是航母上的战机 而是驻扎在英国的F-111F战斗轰炸机 从伦敦以北的空军基地起飞 他们必须飞越6000多公里 穿过法国和西班牙防空 再横跨地中海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长城夜间突防 全城低空 全城黑夜 为了躲避雷达 每一架F-111都在300英尺高度掠过海面 雷达天线紧贴浪尖 机舱里只有仪表灯在闪烁 飞行员后来形容 那是一种寂静的噪音 你听得见引擎在吼 却感觉不到风 当他们抵达北非海岸时 利比亚的雷达还在半梦半醒之间 二十三时五十四分 第一波F-111俯冲 他们携带着精准制导炸弹 目标是低离玻璃的军营与指挥中心 在爆炸声划破夜空的瞬间 世界见证了人类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跨洲精准打击 这不是象征性的报复 而是一种新战法的诞生 低空突防 加长城打击 加夜间制导 这场行动的成功 让F-111彻底摆脱了失败者的标签 从被嘲笑的政治妥协产物 到能单独横跨大西洋 完成作战的战略律器 F-111用一夜的行动 完成了自己的复仇 但代价依然存在 编队中的一架F-111F 在返航途中失踪 机组至今未被找到 冷战天空再次提醒所有人 科技能带来奇迹 但从不保证生还 从那以后F-111成为美国空军的象征之一 也是夜间突防任务的代名词 它的代号不再被嘲笑 而是被敬畏 因为那一夜 它让整个世界重新定义了支空权的距离 如果说F-111的早年充满争议 那它的后半生则是证明自己的过程 这架飞机从未被真正淘汰 它只是不断地改变角色 在美国空军内部 它被分化出三条技术路线 F-111A F 战术轰炸主力 担任前线深度打击任务 是越战与冷战时期最隐秘的战术传统 F-B-111A 战术核打击版 源自SAC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需求 能挂载核弹 飞越北极圈执行报复性打击 它是B-52与B-1B之间的过渡机型 E-F-111A Raven 电子战机型 拆除了机炮与部分炸弹舱 换上了强大的电子干扰设备 它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 扮演关键角色 在所有战机起飞前 E-F-111A 先行进入敌方空域 用电子噪声淹没敌方雷达屏幕 飞行员们给它起了个外号 SPARKWALK 电火花土豚 那是它最安静 也是最致命的时刻 你看 这就是F-111的特别之处 它不是一种单一任务的战机 而是一整套可延展的飞行平台 从低空突防 核打机 到电子干扰 它都能胜任 而在地球另一端 澳大利亚空军也把F-111 视为空中盾牌 他们在1973年引进F-111C 并一直服役到2010年 比原型机诞生 整整晚了半个世纪 澳大利亚飞行员 称它为PIG野猪 因为它能在超低空 钻地般的飞行 就像猪拱地那样贴着地形滑行 当地民众甚至在它退役那天 自发举行告别巡航 无数人站在海岸线上 看着最后一架F-111从天际划过 它的尾燕点亮天空 就像一颗迟来的流星 向那个属于冷战的时代 做了最后一次敬意 技术上 F-111的遗产几乎无数不在 它的地形跟踪雷达 被改良成现代化战术导航系统 成为B1B F-15E的标准组件 它的可变后略议设计 启发了欧美多个项目 包括Tornado 苏R-4 米格R-3 它的魔化化机舱 与任务系统理念 则成为后来的F-35 多任务飞行舱的思想原型 F-111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一个计划在诞生时被嘲笑 被否定 它仍可能成为未来几十年的基础 它不是某个时代的失败 而是整个航空工业的一次必要的迭代 没有F-111的冒险 就不会有后来那些完美平衡的战机 因为成功的飞机 往往只是结果 而敢于失败的飞机 才是原因 任何一架战机的诞生 都不仅仅属于工程师 它的背后还有预算 政治与工业的影子 F-111的故事 不只是关于一架飞机 更是关于美国军工体系的一面镜子 在1960年代 麦克拉马拉推行统一战机理念 听起来 相识理性与效率的胜利 用一架飞机 同时满足空军与海军 用统一采购 节省成本 但在现实中 这成了军工铁三角的一次完美实验 政府想省钱 军方要性能 厂商求中标 三者各有立场 却都声称自己代表国家利益 于是 会议桌上充满了妥协 设计方案 在预算表与战术报告之间 反复被修改 通用动力赢得了合同 因为他们能在纸面上 满足所有的需求 但纸面上的完美 在现实中 往往意味着灾难 F-111就是这场博弈的结果 它的存在 是制度逻辑 压过工程逻辑的象征 可讽刺的是 正是这种被逼出来的矛盾产物 却意外开拓了技术的边界 当年麦克拉马拉的理念 被批判为技术官僚的傲慢 但几十年后 人们发现 现代军机的研发模式 几乎全都在沿用那一套系统化思维 从预算分摊 到模块化设计 从跨军种合作 到统一标准 一切都能追溯到F-111 它失败的地方 成为后人规避的教训 它成功的部分 则成为现代航空的范式 这正是军工铁三条的真实意义 不是完美的合作 而是动态的妥协 当我们回看那段历史 就会发现 F-111并非一个错误 它只是那个体系 自我进化的代价 如果说B-52 是冷战的长寿象征 那F-111就是冷战的自行 它让人们看到 军工创新 并不只是关于速度与火力 更是关于权力与妥协 在冷战的档案中 F-111的名字 从来不在英雄榜上 它没有像F-15那样被歌颂 也没有像B-52那样被纪念 可几十年后 当人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 才发现 它真正留下的 并不是一架飞机的功过 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诞生 F-111告诉了 整个航空工业一个事实 多用途从来不是妥协 而是一种方向 它让工程师们第一次意识到 战机不该只为一种战场存在 而是一个可拓展的任务平台 它的失败是在错误的时代 尝试了正确的理念 它的成功是让后来的世界 学会如何更聪明的失败 这就是F-111的意义 它从政治妥协中诞生 却用技术证明了理想的价值 今天当我们看着那些 拥有多任务系统 隐身结构 智能导航的第五代战机时 其实每一行代码 每一个结构都能追溯到 那架土豚的影子 它被误解 也被低估 但它没有白费 因为没有它的失败 就不会有后来那一代的成功 夜色里 博物馆 静静陈列着一架退役的F-111 灯光落在它那双 能收能展的机翼上 金属反光中 仿佛还残留着 当年穿越山谷的风声 它并不完美 但它足够勇敢 这就是被误解的传奇 这里是HiWeapon 我是Jason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